她說這個是成熟女人的氣味 好 我跟你說喔 就是來到伯倫斯啊 一定要逛一家店 什麼店 Santa Maria Novella 那其實Santa Maria Novella 就是車站的名字 車站的名字 對 這車的名字是Santa Maria Novella 那它其實我們進去看一看 這邊嗎 對 它叫Officina di Santa Maria Novella 那它到底是賣什麼 走 我跟你說 這是旗艦店 我跟你說它超美的 來 我們進來看看 它這個旗艦店啊 羅馬是小小的一些 可是這家店整個超級美 進去看你就知道了 超美 那為什麼這一家店 我會這麼推崇呢 就是 就是其實這個Santa Maria Novella 它起源呢就是來自於 在八百多年前 所以你看它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了 八百多年前呢 有一個傳教士 然後它在一個修道院 就是它的院子裡面種的花花草草 然後用來就是治癒一些 就是比如說皮膚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身上的這些問題 這家店其實在全世界現在分店 還沒有很多 因為它堅持呢 它所有的原料都是 還是要來自於 柏維倫斯或是卡尼的那個 的原料才行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那個香水 它的香水其實很有名 就是它所有的東西啊 都是在這邊 它不會導致過敏 不導致過的 因為都是自然的 對 而且它 都是因為自然的東西 然後 它最新的產品好像是這個 就是京都 好像很多人想要嘗試 還有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有一部款香水 是菸草香水 菸草 對 你說大家有抽的那個菸草味嗎 對 但是它不會不會抽 它就是有那種 好像你就是切頭切尾 然後那些菸草揉在手上的那種 很像很特別的氣味 它真的是有菸草味嗎 菸草 但是它有點甜 對 就是菸草帶著 對 但是就是甜的 甜的那種菸草氣味 就是很特別 噴這個不會 大家走來路上覺得 怎麼有人抽菸 怎麼有人抽菸這樣 對 不會覺得 因為抽菸可能有時候 那種燃燒的臭味 但是它不會 它還有幾款香水 都是很特別的 然後這次有人就是請 請我幫它帶過一個叫 EVA的 我想要聞看看就是 對 叫夏娃 它說這個是成熟女人的氣味 如果說 對 就是比如說 你要是真的要參加party 或者是 化濃一點的妝就可以 就搭配這樣的香水 對 那它現在 它真的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選 它可以給你一張卡片 然後你把你要的東西呢 就是都把它key進去之後 然後再到前面的櫃檯去結帳 去結帳 而且它會把所有的東西 拿給你這樣子 Vivian 知道嗎 就是其實 Santa Maria Novella 有一個非常非常明星商品 叫做玫瑰水 玫瑰水 化妝水嗎 對 它可以當化妝水使用 那它呢 為什麼非常有名呢 就是說 它的玫瑰全部都是來自於 托斯卡妮它所萃取的 然後它的價格不貴 它才14歐 欸14還16歐 等一下我再去確定一下 很便宜 你看你這麼一款 你自己拿 是不是覺得 光這個鍋禮品 就覺得很值得了 然後呢 就是它玫瑰水是這樣子 就是你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你會好像沒什麼感覺 可是你久而久之啊 就是你使用一陣子 就是發現就是幾乎真的會變得比較滋潤 對 恢復台信這樣子 以前 常飛義大利嘛 然後人家就是代購第一名 就是 Santa Maria Novela 很多人都請我幫它代購 玫瑰水 對 然後也不會超過海關的限額 因為它很便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